CBA新的时代来了 这次范子明、郭浩文与一家豪等人将成为CBA联赛新的主角 他们才是CBA联赛的未来 而且只有这些小将顺利崛起 CBA联赛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 不过这三人是如何成为CBA联赛中的小楚人物的 下面虽然就得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就是让我们来看看北京首钢队的小象范子明 当我们回顾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就会发现 他在过去的六年中先后在广州、新疆与北京首钢队的三支球队效力 而在其他两支球队 范子明并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不过在北京首钢队这里 雅尼兹就对他进行了新鲜的教导 在第一年他就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在第二年他就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之旅 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更是彻底的崛起 他不仅扛起了球队的内线重任 他更是为球力贡献了场均18.6分 8.4篮板以2.8助攻的战绩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当初北京首钢队将他牵下明显是正确的 这不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就与李木豪组成了北京首钢队新一代的双塔阵容 他们不仅守住了自家的篮板禁区 还到对手的篮下不断地造杀伤 同时还为几方的外线球员创造了更多的进攻良机 就算目前的北京首钢队以8胜5负的战绩 为了CBA连赛第9名 但明显然都能看出来 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势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在第二阶段正式爆发 其次 我们来看看上海队小将郭浩文的情况 如今也是他在CBA连赛征战的第四个年头 不过 他的职业生涯稍微比范子明幸运了一点 因为 他在四年中也只效力了两支球队 分别就是81队与上海队 不过 他与范子明的情况十分相似的地方就是 他同样是在目前效力的这支球队完成了逆袭壮举 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不仅成为了上海队新的外线火力收复点 他更是成功地扛起了上海队外线的攻防重任 可他能够取得如今这样的成绩 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李成江之导 要知道 在平时的时候 李成江没少给这名小将开小灶 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把郭浩文打造成上海队的孙明辉 既然无法引入顶级的外线球员 那我就自己培养 这不 就在当前赛季 郭浩文的军场出战时间 甚至还要比上个赛季少了三分钟 可他的得分效率却是直行上升 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可是为上海队贡献了场军17.29分 2-5篮板 2.7助攻的战绩 消息们粉丝们看到他的表现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上海队的外线主力又崛起了一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小将于家豪 如今这个赛季 可以说也是他首次登陆C比1联赛 可就算是首次登陆C比1联赛 他就被刘维伟之导 当做了主力的内线球员来使用 要知道 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的军场出战时间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7.2分钟 这在其他球队可是不敢想象的 除了北空队的亮三宁 几乎就找不到第三人 不过 于家豪也并没有辜负刘维伟之导 对他的期待 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可是为浙江队贡献了场军13.7分 10.2篮板 以1.2度攻的战绩 看到于家豪的这个表现 是不是所有的粉丝们都感到很惊讶 没想到他在内线 竟然能够有如此出色的发挥 他在防守的关键时刻 不仅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守住了自家的篮板进区 他在进攻的时候 更是直接到对方的篮下 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给他们的内线造成了持续的杀伤 就算于家豪的球技经验还尚在魔力 但这也是他第一次登陆CBA赛场 他能够取得如今这样的战绩 就已经是非常的出人意料了 不过他目前的表现 依旧还不是自己的巅峰 因为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从第二阶段开始 CBA联赛的舞台 必然是属于那些年轻球员的 而范子明 郭浩文与一家豪这三名球员 也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为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其他球队的小将 也犹如雨后春笋般的 不断地冒了出来 这也就让蔚来的CBA联赛 变得更加精彩 理由也很简单 这些小将才是CBA联赛的蔚来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